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因为太过于关心 不止让警方为难 也让他感到好委屈 虽然事后女警选择原谅不追究 但富人对警察动手就是事实 人被带回警局不但没有作弊度 还赶紧找议员来帮忙 过没多久 基隆市大家长张通荣也出现 原本警方要依法告他 妨害公务害伤害罪 但市场却声称是选民服务 跳过检检司法机关 刺刑判定富人不需要被移送法办 再三强调觉得没有官说意思 全是看在富人身边的关心才会前往关切 虽然张通荣自称完全不认识料性富人 是受议员之托 但却自作主张在警局让家属把人带回家 还向全体援警握手之意 只是曾经自批是混蛋市长 这次官说放人行为又再度引发争议 不少网友通逼他干涉司法官位好大 要求下台已是负责 基隆市长自称混蛋市长 是不是真的干的混蛋事 各位观众朋友刚刚看到这一段说法 那么张市长说纯粹是选民服务 那么认为说这个妇女也有造语上的问题 问题是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那么怎么会就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点请教朱学恒先生 我觉得讲明一点 今天一个市长如果施政的排名这么后面 我们现在还要怀疑你是不是 到底还兼差当医生 你一个不认识的妇女 只因为你底下的 跟你一起合作的议员 告诉你说她有精神疾病 你就现场可以判定 所以她真的有精神疾病 那你所作所为 第一个你不但兼职医生 第二个你把台湾的司法尊严 踩在底下践踏 这一个不管她有没有精神病的妇人 她确实动了手 她确实酒驾 但是竟然基隆市市长 以为自己可以超越法律 她比台湾所有的法官 或者是执法者都要大 她可以告诉她说 我觉得她有精神疾病 我觉得她道了歉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不要为难 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妇人家 我真心觉得 其实基隆市民应该要反省 你们怎么会选出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们没有赋予她超越法律的权限 你们没有告诉她 她可以当医生 可以判断一个人 有没有精神疾病 你们没有告诉她 如果有人酒驾 只要她来关说 一切就没有事 我想其实基隆市民 真的必须要好好反省 就是你们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你们选出来 是这样子的人 让全国的民众 看笑话的时候 我真心觉得 如果今天 今天有所谓的罢免程序 基隆市民其实真的该做这件事情 那酒驾 袭警 基本上已经是违法的事情 而且你怎么会 不是普通人 你是一个基隆市的市长 是一个地方的高级的父母官 那么高级的父母官 你怎么可能会去让做这种事情 带头违法 践踏法律 骂他混蛋呢 只是有入了我自己的 说话的品格而已 但是呢 他或许没有酒驾 可是他有比酒驾 更严重的违法的事实 就是伤害跟妨害公务 请问一下 伤害跟妨害公务 这件事情谁来认定 警察都没办法认定 市长也没有这个权利认定 所以当市长要求警察 把这个人放了 包括市长 包括警察 通通违法 所以今天是市长违法 警察局长也违法 最近要办的就是他违法 我不是用形容词去骂他 他就是违法 可是回过头来 我想要问 当然基隆市民选了他 可是我想要问国民党 你要怎么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市长 谁提名的 你对得起基隆市的市民吗 你对得起支持你国民党 而支持你提名的 这些基隆市的市民吗 你又对得起全国支持你的 这一些国民党的党员吗 你怎么会提名 这样子的一个人 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疾病 有没有精神疾病 因此他在法律上面 能不能够豁免 谁来判定 其实最终应该是由法官来判定 检察官或许可以 根据对方的律师 所提出来的医生 一些这种医师证明等等的 他可以做某种程度 还起诉等等之类的判定 都请问一下警察可以判定吗 市长可以判定吗 是的 这一个妇人她既有她的人权 但她的人权是她可以请律师 她的人权是可以找市长吗 我觉得今天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这个新闻已经一整天了 包括这个市长 包括那个基隆市的警察局局长 都不觉得他们做错了 这才是更严重的错 这基本上你说这个没尝试 但是你干一任这个市长 你没尝试 你没有法律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也不能够带头 当个土霸王一样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是一个基本 就是违反公务 这个妨碍公务 妨碍公务跟伤害 你这个就说我来处理了 我觉得她不止违法 她还带头要恐吓那个女警不要提告 然后还说谎 那说谎之后现在还不道歉 这个如果在正常民主国家 要么她自道歉了 要么她就辞职了 要么她的政党 会要求提出处分 因为她也没有要连任了 所以她就一切都无所谓了 其实我现在就要看 我们的监察院会不会自请调查 我们经委不是常常自请调查吗 这个要不要调查一下 我们就来看考验一下 那也看马英九做党主席 对这样的党员同志做市长 他要怎么处理 你期待这个监察院 不是期待这个执政党 应该快速做什么原因 原先不久以前 他就是看到民调不爽 然后对自己人自称为混蛋 我原先大家都以为这是一种 他一种激励部下 或者自我泄愤的一种方式 我现在才觉得说 他自称为混蛋 连这个都有问题的 他其实只是一个混蛋市长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就是说我们学恒 我们这个奉兴 都一再提醒基隆市民 你们为什么选这样的市长 我觉得这是你们搞错的贵向 当上次选举的时候 基隆市民没有选择 为什么 因为基隆市是一个重度偏然的都市 国民党提谁都会当选 就好像国民党在台北市 不管提谁都会变成台北市长 所以你看台北市多年来 这个很多市政都落后 国民党要负很大的责任 不是郝隆斌 因为郝隆斌就是郝隆斌 那台北市民用蓝的就好 你知道我比郝隆斌 能干好几倍我也选不上 所以这个责备的箭头 不能指向基隆市民 我没有指向基隆市民 我是指向国民党 不 三次你们都有讲 说基隆市民要好好反省 对 我说与其怪基隆市民 不如怪国民党 所以还有你们说 我是说国民党 还有你们说监察院 我反对监察院 出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没有效果 你没有明显的效果 我觉得国民党 国民党而且不是地方层次的 是党中央 要借这个案子立立威 好好的重罚 或者是把他取消什么的都可以 就是真的要立威 要借这个案子立威 我要不然 你看这个民调 同一个杂志的民调 国民党的县市长都排在最后 我本来以为这个是很奇怪的 是不是民进党主政的地方的选民 比较厚爱他们的党 我现在觉得不是 真的是很糟糕 我觉得今天这个例子 要比马英雄的提名 要更可笑 他这马上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如果这已经是做了一个 蛮天怒人怨的 这是让大家完完全全 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国民党立刻 做一个党籍处置 那么给这个基隆民众一个交代 要不然这个基隆市民 也可以同步的要求这个罢免这个市长 否则的话 你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为我们来做服务 这是什么叫选民服务 这是所有一切是最糟糕的 是非不分的一个情况 我先说一下 因为凤馨刚才点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大家都没有人去follow 凤馨说张通龙这个混蛋市长 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新闻走了一天 张通龙自己也不觉得他有错 那个议员也不觉得他有错 他们甚至觉得说 我帮一个精神有病的一个妇人 来进行官说 这法理不外人情 这是要选民服务 他跟理性道没有 这个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 这个叫入鲍鱼之事 久而不闻其臭 我告诉大家 今天基隆出了这样的事情 还能够上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 让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 我可以告诉韬哥你 台湾有北到南 尤其在南部 这种情况多不多 多啊 酒驾的时候发生问题 进了警察局 高雄有议员 进了警察局 还咆哮瞪瞪 摔椅子 韬哥你记得吗 对啊 张通龙好歹他还很客气 但是有没有人去报道 有没有去讨论 有没有去检讨 没有啊 我觉得这才是个最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挟着选民服务之民 因为这个人是我选举的庄角 是我选举的金主 干了任何坏事我都敢帮他 他发生任何违法的事情 我都要替他关说 这样的观念如果不改变 台湾的民主品质永远低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应该负责任的 最应该负起责任的 拨乱反正责任的 就国民党中央嘛 国民党中央 你面对一个自己提名的 一个金融市长 你带头示范一次嘛 对你就应该做一个拨乱反正的动作嘛 你现在全台台湾各地方 尤其在这个地方越来越严重 可是你现在没有时间说 这个是蓝绿都一样 你国民党就必须要带头示范 因为你现在一在口 开口闭口强调的执政 能够做出来一个是非区分 示范呢 张通龙做这种事情 是因为现在被发现了 现在全国到处都是这样 有一个报社的采访主任 也是喝酒被警察那个 他也是打警察 大家有没有在媒体跟他说 没有啊 怎么看得到 讲得那么好听 我跟各位讲 我其实同情张通龙 他倒霉 他被写出来做头版 他心里已经讲说 大家都这样干啊 为什么只针对我 我跟各位讲 基隆这两个礼拜 有三件事情都上最大的 天下杂志评比 最后一名的市长张通龙 联合报评比 全国最不幸福的城市 基隆市市长也是张通龙 现在又干这个事情 那这种事情我老实讲 对张通龙他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这样 他过去是当议长 议长是所有议员帮他选出来的 结果前面的市长喜财力 突然死了他去补选 他就当选上了 所以他跟议员是跟其他 市长的交情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议长来当市长的 所以议员拜托我 我怎么会不干呢 但是我们看像这种真的不只混蛋 我真的讲不只混蛋 已经积飞成事 因为他的观念不认为他是错 我替我的好朋友 这个有什么关系 他自己讲 但是我刚刚讲我们政党当然有问题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在法力 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 上个月万法那边有一个叫兵力节 他也是去推警察 前后也是大华 前程被录影 送检察官 我告诉你 三天前 检察官不起诉 他没有妄碍公务 检察官说没有妄碍公务 所以他的行为不当 划一万两千块 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前几个月一个议员打人的 打警察的不是照样一样的 一样没事啊 我这边提一点 我们真的不要再积飞成事了 我不是不知道说 每一次这种酒驾的案件里头 常常会有一员官说 我们之前在谈酒驾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议员官说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提到议员 他之所以能够官说 是因为他能够审核警察局的预算 要挟 所以他是一种要挟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在讲说 要怎么去恶阻议员 这一种官说的行为 市长要帮警察挺住啊 市长 县市长 各地的县市长 要能够撑得住 然后支持警员说 不会接受这一种官说 否则的话 我们这种官说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结果今天是市长自己官说 我认为市长跟议员是不一样的 因为市长可能 因为议员非常的多 可能有几个人 他的表现很糟 所以他会处理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但他终究不成气候 某种程度来讲 是行政的 可是市长是这一些警察的长官 是直属长官 他本来应该是避免这种官说的 最后一道防线 结果他这个防线 居然自己冲到现场去官说 而且觉得自己没错 张通人如果觉得他没错 听明他的国民党 当然是严重的错 他不只是这个所谓市长 是不是做了这个混蛋的事情 你被打的 是执法的警察 那女警 被你打了一巴掌 被你打了一巴掌 然后是上级交代 你这整个的 从派出所的主管什么 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权势 这个官官相互 就把他压下去了 这以后所有的这个警察 怎么知情呢 我要这个知情的时候 我要先看看你跟哪个人有关系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 这是哪里啊 没有 我觉得其实我要补充一下 大家不要以为 张通人说这是选民服务 所有的选民都觉得 哇 在服务我好棒 不对 你仔细想一想 有的选民更值得服务 有部分的选民 如果他不是因为装脚 他不是因为跟这些议员有关系 你以为他会服务你 如果你是一个一般的基隆市民的话 他根本不会理你啊 你就是因为有权有势 你是当人家装脚 你跟这些议员有特别的关系 然后市长会跟你特别的照顾 难怪基隆市民觉得自己特别不幸福 因为只有少数人很幸福 其他人都没有问题 其他人都不会被照顾到的时候 我还是要讲 其实市民还是要觉醒 他不会照顾到每一个市民的 他今天会关说这些人 是因为他跟他有关系 如果你是一般人民 你犯了罪犯了错 他根本就不会理你 有些人比你更公平的时候 一般市民真的要觉醒 他不是因为他是选民而去照顾他 他是因为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而去照顾他 不是市民觉醒的这个问题 你就是一个执政者 是谁的这个政党 他是国民党 是吗 国民党那就是国民党自己来负责 你不能说 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原有头债有主 出来说一句话 出来做一个动作 不需要等到什么监察院了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薛衡 薛衡说的是对的 大家不要被这选民四个字给骗的 给懵了 他服务的不叫选民 他服务的叫装脚 他服务的是觉得 是他选举上有利的工具 大家看看了 所有酒驾被取缔 要被酒册的人都在干嘛 在打手机 打给谁 打给民意代表 找有利的人士 要来劝阻 要来想办法 能够让自己过这一关 你看看这一个料性的富人 他到了警察局一样 他一样在打电话打谁 找议员 找市长 我可以把议员市长担打 我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这种是所谓的一个 激非城市的恶劣的风气 我一直谈过 这个恶劣的风气 是使台湾的品质 民主品质 低下的关键的原因 跟我们在谈的有什么用的 如果全台湾的这个民众 不是只是基隆市民 如果从南到北的所有的民众 都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真糟糕的事情 这应该是全体来谴责 如果大家不是有共同的概念 轮到你的时候 你马上打电话 各种 那谁也不要讲话 处理也没有 花了这么时间抢这个案子 我们以为还有别的案子要谈 我觉得警察在台湾执法里头 在社会上的地位 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他执法的时候 议员就来消单 就等于白干了 但是我们也要反问 警察其实很多的委屈 但是我在很多国家里头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下班或者是不值班的警察 把衣服制服一脱 晚上就在管区里头 跟着一些地方的游历人士 在喝酒 在吃饭 在花田酒地 这个怎么执法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 是重庚 就警察制度来讲 这个重庚 但到底 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地去整顿 要不然真的是没办法 对 可是我们先把这个 把这一点缩小 谁出事就处理谁 每一次做一个 我们全台湾不过23个县市长 如果这23个县市长 他的各自所属的政党 都没办法管好的话 那后面还有几百个的县市议员 那更不要讲说 是几万个的这个警察 我都已经不去既望说 几万个警察突然封禁 一天之内突然变好 不用 这23个县市长至少先不要违法 我要提醒张通融他是违法 现在很简单嘛 就一件事情 国民党是这个市长的执政党 那么他国民党就必须要说处理 另外一个 基隆市民 如果觉得说这个是做这个市长 做的这个不名誉的事情 罢免他嘛 台湾只有一次做一件事情 那么把这件事情矫正 然后如果做出来一个样本 在其他的地方比照办理 否则的话永远是一团乱 我们再回来也让观众朋友来看 连续这台湾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说这个台湾 来一个这个过去的陈水扁 来一个林毅市 那么上一次 这个一个月以前 有个前消防署长黄敬敏 那么现在又出来了 新竹无风的这个乡 整个乡 两件事情从地方到中央 全部是腐化到底 稍后就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全方位的 全部是集体性的 就跟这种所谓的 做的混蛋式的这些高官一样 马上回来 最后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刚才看到的是这个混蛋 自称为这个混蛋市长 是不是再度干了混蛋事情 那么一个月前发生的 这个前消防署长黄继敏 那么经过调查局的一个月的追踪 发现不得了了 那么是所有的这个什么 那么当初A来的这种钱这边长那边长 那么越长越查出来的越多 所以我们稍后也让观众朋友 这个目前A钱的这种手法 那么几乎已经直追了 那么扁针了 当然比扁针还要高明了 好不好 我看了黄契敏整个的手法以后 怪不得了 陈水扁会对他非常的赏识 真的是清出于难而胜于难 大家看看 我们在发现陈水扁跟吴书贞的时候 在国泰四华保险的地下室里 有一个大的保险密室 里面藏了好多的他们贪污来的钱 黄继敏还是在闹市 陈水扁 吴书贞在国泰四华地下室 用个保险室 黄继敏是一个大饮于室 他懂这个道理 在忠孝东路的一个闹市里面 用了一个套房 这个套房还在里面放了 他所要放的钱 黄金等等 不比陈水扁高明吗 他懂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一样吴书贞用他的哥哥吴锦帽 来帮他洗 一样 他用他的哥哥 黄继敏也用他的哥哥 来主导绑标 围标 洗钱 陈水扁把钱 跟吴书贞把钱洗到新加坡 洗到瑞士 洗到美国 洗到别的国家 黄继敏一样 日本有 新加坡也有 好 他更比陈水扁先进 陈水扁还不懂得 用所谓的金融创新的虚拟投资 他现在除了实体的黄金 他还懂得用黄金存折 你不觉得他整个洗钱的工具 比陈水扁 比陈水扁 吴书贞还要更进一步 还要更现代化 还要更先进吗 他每一个这个地方 全部都可以藏钱 19公斤的黄金 这是目前 大家以为这是一个月前 我们不是在谈一个月前的事情 这是调查局 在一个月之中 那么再度又追出来了一大堆 那么越来越发现太惊讶了 当初这些检调人员到了他这个家里面 除了办公室搜出一堆这个黄金 到了家里面再一看 他的这个整个穿衣间 每个人进去都是哇 尖叫 怎么会一个这个前消防署署长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手笔 坦白说在他出事之前 我至少从媒体上我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可能会贪污的人 因为我不认识他 然后至少我从媒体上所看到的 他看起来都是救灾英雄 一个救灾英雄 跟一个大堂恩官的形象 差距有这么样的大 我觉得今天真正的问题是 他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形象 包装的这么好 而在消防署上上下下 对他是完全的 整个的都是忠心耿耿 而内政部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他 我要问这个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只有担任消防署长 其实七年不到的时间 说起来比陈水扁的八年的任期 还少了一年 然后第二个是 他终究只负责一个小小的消防署的业务 消防署一年的业务 所经手的经费能有多少 他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财产的总金额 两亿多 甚至于可能有三亿 我请问一下 如果换算回来的话 他所经手的所有的工程 会不会都出了问题 他所经手的所有的预算的采购 还有整个的招标 会不会都出了问题 那为什么会样样都出问题 可能每一个地方都贪污 都A钱的一个署长 没人发现 居然没有人知道 而且在 有人知道 这种人其实黑寒都非常多 可是法律并不给你这种权利 比如说政锋 政锋就可以做私下了解 你如果有财产来为不明罪 你就已经被认定是有问题了 可是我们现在必须先认定 他有贪污的因果关系 才能够立案 这个法没有牙齿 没有牙齿 所以其实这些人黑寒都非常多 虽然你不认识他 可是这种都是肥水单位 不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黑寒很多 可是媒体为什么还能够把它塑造成 这样的救灾英雄 他的媒体非常的好 你知道这个就是很荒谬的 这个情况严重的是 这所有A来的钱 全部是救灾的器材的钱 这是生命的这种钱 陶哥 我来试图解释 风行讲说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署长 有这么大的本事 而A了那么多钱 我记得在本节目里头 我不止三次提到消防人员 打火英雄 也是外哥贪污的一个主角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消防人员打火怎么会这样 我认为台湾的公务人员是穿制服的 打火的也好 维持治安的也好 只要你有工程可以发包 只要你有权利可以摆人事 只要你有权利可以去买东西 可以跟商人有发生关系的 你都有贪污的本事 那消防人员去使他 这个是消防器材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他是负责去检查人家消防器材 合不合格 他去检查室就说 哼 这不行 那不行 那人问说 哪里负责才可以 那他就说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国政院够去惊购 这个就是得外哥 所以很奇怪的 就是说消防人员跟警察 在美国 是小孩子崇拜的对象 就说我长大 你要做那个 因为看上制服 我们台湾是有制服的 就有power 有power就会A钱 在这边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这个黄前署长 他是在过去 陈水扁的案子发生的时候 应该心知肚明 那是2006年 但是明白表示 就2006年以后 陈水扁大家在调查他 我这边钱继续A 另外一个就是 你刚讲的一点都不错 每一件几乎他经手的 直接间接的都要搞一点 那怎么能够忍心 这是人民的这个救灾的钱 另外第三个 他是一个整体的 他绝对不是单一个案的 没有 直接明讲喔 我们直接明讲 他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有一台车 是接近SNC车的装备 然后可以同时 转播各地的灾区的状况 我实际问过 那台车他的采购价 他买5000多万 然后涛哥如果你去问 现在SNC车一台多少钱 大概1000万就已经很多了 换句话说他花了五倍的钱 而且那台车重达15吨 非常多地方根本爬不上去 坡度超过20度 没办法爬的时候 这件事情里面真的 让人觉得很悲哀 是在过去好几年的时间里面 台湾几乎什么东西都退步 我们的就业率降低 我们的薪资降低 但唯一进步的就是 我们的贪污技术一直往上升 黄金存折 汇到新加坡去 有一个套房里面 专门衣帽间放的是金条 然后甚至还有裸钻 这个东西在以前 从来听都没听过 没有这么多贪污的花样的时候 人民现在真正痛苦跟悲哀的是 我所有东西都往下降 只有物价上升跟贪污的技巧上升的时候 那个痛苦指数怎么可以不上升 当然上升 因为你买进来更多 是救不了人命 没有办法使用 甚至让灾区的状况 根本传播不出去 那些打火英雄真正站在第一线的 最后讲说我甚至用手机拍了 都比这台机器要好用的时候 那台湾人民的性命到底在哪边 而且这家伙完全肆无忌惮 我们稍微一张观众朋友来看看 从包括新竹五丰乡的 这整个一个乡 里面所有的人 七八个人全部投入了 那个乡公所啊他 对啊但可恶 可恶就可恶在这里 消防署的署长这是救灾的 亦算没有人敢升 五丰乡这种山区 土石崩漏 编任何钱也没有人敢升 也是救灾的 都是救灾的 救灾你也不敢升 他们也敢去外国 也没有人敢去问 你质疑我在救灾吗 所以你看这些人 比张通龙那些人刺可恶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老百姓的生命啊 为什么敢这样做 消防跟警察本来就是 那种谁党谁弟自个嘛 他都警校出来了 署长讲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命令就是当皇帝 那本来就是那种架构啊 那我们看喔 他为什么敢这样做 前面有一样怎样 也没有进步到哪里啊 汇钱到海外 到新加坡 李登辉案子有办吗 陈宗 陈宗 李宗仁陈宗盛 那时候媒体天天讲 哎呀他的水壶怎么样 阿扁都拿那个去要挟他 现在有办吗 没有啊我跟你讲 你说用他哥哥的名字去租房子 吴淑珍不是借他大嫂 陈宗盛的名字去租房子吗 一样啊都一样 我跟你讲 他只是扣谁 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 消防的 消防的水利的 这些人你们谁敢去质疑他 我们稍后回来 再让观众朋友来看 新竹五丰箱的这个情况 金手的几百件的这个所有都是跟防灾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新竹五丰 那么经常受到这个灾害都蛮严重的 只要金手就A钱 而且是集体A钱 可是刚才郭正亮先生也提到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贪污治罪里面 是有法律没有牙齿 但是我们在将也是一个月前提出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稍后让观众朋友会很惊讶的 完全没有人动手啊 换句话说 那么大家一起继续混下去 马上回来 一个黄继敏当一个前任的这个消防署署长 能够A个几亿啊 每一件案子都是跟人民啊 防灾相关点的 一个新竹五丰箱的箱长能够A到四千万 而且整个的一个乡公所今天是生压 全部都进去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从地方到中央全部烂透了 身穿白色夹克 武丰箱长叶贤明笑而不达 因为涉嫌收取厂商回扣高达四千万元 武丰箱公所人员也全都被列为涉贪被告 在检警压解下回到新竹地检署复序 但收贿巨额尽可能是武丰箱湘明的救命钱 实际道武丰箱从道路端面层看 例行铺面只有五公分 和规定15到20公分厚度差很大 不但表面容易均裂 宛如豆腐渣麻路 而且底层没有铺碎石 耿机不稳 大雨一来就容易坍塌 之前那边有崩下去隔很久才来坐啊 每次开车都不方便啊都很危险啊 常常崩掉 下雨天就崩 到时候我们家也不是就垮下来了 居民抱怨连连就是因为节省成本 山坡地还使用破损的护坡直升带 挡土墙也没有绑钢筋 台风侵袭 武丰箱总是灾情敞重 文昂也是出身泰雅族部落的叶贤民 和居民手牵手跳舞 凭借着敢说敢冲的曹根克信 从政治路顺遂 但如今卷入收贿案件 被连政署18号兵分多路查扣 其中包含乡长在内8人 以为被职务收贿等重罪遭到生压 如果罪名成立恐怕会被处无期徒刑 不只断送政治路更让同片土地生长的族人难以接受 TVB新闻侯丽远新竹报导 这个新竹五丰箱经费没有多少 这上百件的工程 每一件工程也都不是大工程 无论是被洪水冲掉的路 无论是山坡塌下来的要互拨 每一件都要抽头 而且抽的他们也跟着整个犯罪的技巧 绝不或是什么放在账里面 都是要拿现款的 再不然花酒 再不然所谓的这种性招待 整个一个乡公所全部进去了 这是集体贪污 跟刚才讲的这个前消防署署长 也是个集体性的有什么差别 公务机关本应该有个勾机的机制 有行政 像这个乡公所嘛 有行政机关嘛 乡长这个系统是行政嘛 那怎么来监督这个行政 有没有违法的行为 有两个勾机的机制 一个叫主机 一个叫正风 正风我还来查 有没有违机的行为 主机我核销你的经费 我去验收 那我请问 在整个武风向长期以来 除了行政体系以外 结果他没有设正风 我们政府竟然法务部也无所谓 你主机部门到了最后 是负责人跟着乡长行政体系 一起贪污一起收钱 一起接受花酒招待 一起大鱼大漏 这叫做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公务体系啊 这样的公务体系拿着人民救灾的钱 这个乡长五千个人了 这个乡为什么灾害平衡 拿着救灾的钱 就被这样的一个腐败的公务体系给完掉了 这整个一个贪污 掏空了这个武风向的所有的公务人员 整个因为贪污 掏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基本的良知 而且你在看他们出来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过陶哥这个豆腐渣工程 我很担心是在很多天灾平人的地方都是如此 因为这些人 你要不要看他的每一年的经费不多 可是只要发生天灾就有钱 因为发生天灾 才会有农委会啦 原明会就会拨款啦 要修路啦 修挡土墙啦等等 如果没有天灾坦白说 还没有这些经费 平常运作的经费 不足以让他去做这些事情 非要发生天灾 他才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里面 让我最担心的一种状况是 我非要把它做成豆腐渣工程不可 因为如果我不把它做成豆腐渣工程 下一次天灾来 它不会毁损 它如果不会毁损的话 我不会再有经费来做它 这就是最 其实现在最让我担心是这样的状况 一方面其实台湾天灾平人 我们没有办法跟老天爷去对抗 可是这里面因为天灾平人 所以有多少人祸 我去故意加在这个天灾上面 我一定要做豆腐渣工程 你看在这里面 他有一个重要的心态 就是他如果不做豆腐渣工程 他就没有下一次 所以他非做豆腐渣工程不可 你没看这个乡长跟前任的肖峰和署长 都有个共同的心态 肆无忌惮 这就是目前最可怕的状况 是这样 刚刚邱宇说他是怪罪说没有阵风单位 我认为如果有的话 那也不阵风单位也一道去喝酒 所以大家也融洩 大家都做会 那我认为这整个相公所都投入了 变成一个集体活动 它的原因 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 基隆市长跟基隆议员 还不晓得他们做错 我觉得他们也不太晓得 他们有错到哪里 因为多年来鸡飞城市 已经是习惯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他们认为心存侥幸 这个不会出疲漏 其实被你们看出来了 大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要不然豆腐渣工程 每一次每一年的天灾 如果塌下去的话 那钢筋不是出来了吗 底下有没有垂石不是出来了吗 我觉得这些去砍验工程的 去救灾的 我以后觉得这些中央的大官 如果要去安抚那个湘民 灾民的时候 也不妨去看一看 那个塌下去的桥梁 到底是怎么个桥 那每次都是显露出 如果说你杀人埋尸的话 那尸体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每次天灾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整个体系 没有人在意 所以这不是小事情 这是生活在我们周边的 因为这个消防署署长 可能搞不好是集体性的这种贪污 我们的很多防灾的设备 就出了状况 因为这个乡长 那类似有很多像这种乡长的 包括我们的整个防灾的一个设施 也都全部搞的是豆腐渣工程 我们的生命 如果台湾的民众 都可以容忍这件事情 那不就变成自作孽了吗 我觉得 比较伤悲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的台湾居住在这里 天灾地变我们还可以躲 我们藉由更严密的防灾措施 盖更好的房子 我还可以躲 可是这些人祸你躲不掉 这些人贪污 然后把你四周的防护措施 全部偷偷挖掉 然后趁机拿了很多钱 本来该盖在这里的 进了他的口袋的时候 我们逃不掉啊 那如果是逃不掉的话 其实政府现在应该要让我们知道 你有一个廉政公署之后 能不能够让我躲过人祸 天灾地变我已经不太能够防御了 我相信消防署 我相信那些救灾的弟兄 可是这些人祸 这些人如果屋前 政府到底有没有方法 立法单位有没有办法 让这些人被抓到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你刚刚提到 你刚刚提到的问题的核心点 我们稍后就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所有的这个贪污治罪条例里面 如果做一点修改 现在几乎是刚刚讲的是 牛虎没有牙 做一点点修改 我们现在说已经谈了 上次黄敬明的事情 谈了将近一个月了 没有人动欸 消费 你看到这个黄敬明是中央的高官 前任的这个消防署署长 可以这样子的毫无忌惮的来探钱 你看到一个地方上的一个乡长 整个一个乡公所全部几乎都进去了 那么也在几百件的公文里面 那一点点的这个钱 每一件也都搞钱 从下到上 那个老虎牙在哪里 原本有所谓的贪污治罪的这种条例 可是你一定要有相关的 等到掌握到什么贪污的这种证据 那等到掌握到这个贪污的证据 就像黄敬明一样 检调单位花了两年的时间 每一天在那边追 就靠运气 我们其实在一个月以前 就提到了说像 比照这个港星的连政公署 那么任何发现国务员生活 所得有差距就可以依法要求 公务员说明这个收入的来源 这边有黄金那边有黄金 说不出道理来 你暂时不要做这个工作 也不移送以后再说 剥夺你A钱的工具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简单的事情 这个修法应该立法院朝野 没什么问题的 没有人动 这是我们今天在问法务部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法务部讲 针对贪污治罪条例第六之一条 财产来源不明罪 目前尚未有修法的规划 外界的评论 我们会考虑规划好再提到修正委员会里面 法务部的修正委员会里面进行讨论 然后再送到行政院 再送到立法院 如果真的有心做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 你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连讨论都没讨论 你看着眼看着从地方到中央 全部跟烂 是这样 我觉得朝野立委都找进很多理由 就是说尽量脱 尽量规避 连包括行政部门也都随着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法如果通过的话有效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还不见得完全能够遏止 这个贪污的风气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整个社会 尤其是公务的人 应该是把贪污这件事情 就变成一种洁癖道 说我不做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新加坡 如果你跟政府的官员打交道 刚好十一点半去 讲了半个小时以后 不然我们来吃一个饭 会到时 新加坡的官员是不跟你吃饭的 新加坡的官员如果中午外食的话 他们的吃饭是非常简单的 哪像我们这里啊 花天酒地 晚上一定要应酬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要从根做起 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性的 一种社会风气 而不只是只靠这个东西 我觉得台湾人 台湾人要贪的人 即便这个法过了以后 他的适应力很强 他马上有新的方法 他马上有新的方法 没错 可是他至少是一个牙齿 至少你可以看得出来 行政单位是有这个心 因为你现在已经看到是如此 依然检调再去各种的 依照目前的法令 凡不胜凡 然后没有办法快速拿到证据 我觉得其实他只是证明 法务部其实肃贪无心 对 就是这点 这是法务部的事情吗 我觉得证明马政府 从头到尾就肃贪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五峰箱箱长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恐怕监听了 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否则不会监听到说 还从大陆打电话回来 叫厂商什么 会钱会去 然后说兄弟我好爱你之类 这很明显的这些都是 这都是电话监听的结果 可是我从黄敬敏这件事情上面 我所看到的问题的关键点在于 刚刚这个郭委員讲说说 其实有很多黑寒 这黑寒只会给立法委员吗 一定也到了这些检调单位 应该都用 那一定是连查都没有开始查 因为你刚刚讲说像 这个当然多了一个牙齿很好 可是如果他不肯查的话 他现在把财产也都是放在别的地方 然后你说我老婆拿LV 我老婆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时候 会被你官员看到的时候 我就不拿LV就好了 总有检举 所以问题就出在 你要不要好好办检举 其实在黄敬敏的案子当中 以他所做的事情如此的粗鲁 如果检举案好好地去查的话 怎么会拖到现在才查得出来 五方箱箱长的案子 其实就总数目来讲的话 不是最大的案子 可是能够查得那么精准 那就是有决心嘛 那黄敬敏的问题就是有人按看嘛 所以我很担心的是 你给他再多的法律 如果无心的话 检举案来了 我不测查就没事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决心 如果真的能够说 这是不是贪污案 是人民已经不能够忍受 这是人民的血汗层嘛 如果人民不能忍受 我真的要回应民意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我让老虎有一个牙齿 让这些素贪的人员 能够有效地去掌握住 你现在不做 不做 我们民众就可以说 你是纵容这些贪污 没有 我觉得讲明的就是 即使之后下会有对策 但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让公务员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严格来讲 他其实违背大部分的法律 说你在被证明犯罪之前 你是无辜的 在这里的状况 是我们给予公务人员 一个更高的标准 如果你不能说明你的财产来源 而你所过的生活 跟你的收入是相违背 甚至不成比例的时候 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无罪 否则你就是有罪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其实让民众 能够对公务员更信任 因为如果在这么高的 道德标准之下 其实做公务人员 是一种牺牲 是一种因为你知道 忧国忧民所以你会来 而不是因为我们给你很多薪水 我们给你很多特权 甚至你知道你将来有一天会污道前 你才愿意来 我真心觉得这样子的法律 其实公务人员也不要排斥 他真的让你们的道德标准 跟等级往上升得很高的时候 那其实一般的民众就会尊敬你 因为我知道你们非常高 必须经过这么高的筛选跟压制的时候 你是真心愿意为了国家而付出的 我们现在民众其实很简单 这是法务部没有要 没有这个意愿在那边拖 那我们民众就可以说 马英九政府在拖 因为你是纵容贪腐 你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去到立法院 我们就看喔 到底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在那边党 还是民进党 还是这个清明党 还是台联的党 这大家清楚了 马英九要记得 这是他的参选政见 你不要忘了 林毅寺 黄敬敏 这种事都发生了 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在有罪推定 跟无罪推定来做选择 对 我们现在只要求说 你就工人惩戒 先停职 连罪都不是 先停职就好了 我们现在没有要求到刑法 完全没有 有罪推定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补充一下奉心 就是你要证明一个人 这个所得险不相符 真的比较容易 你要证明那个犯罪的 因果关系的难度很高 可是你只要发现他险不相符 你就可以要求他解释 我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觉得威嚇作用会极大 法务部是没有心要改啦 那么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在不管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 还是在公务人员惩戒法里面 纳入修法 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嘛 对不对 总统 马总统在中常会里面 也曾经姓氏旦正地答应我 也只是行政院的秘书长 当时当然那时候是林义士了 那么要聚落实 但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看到法务部有动作 法务部基本上 并没有太强烈的素材 现在根本这些都不用管 民众这些看 我们会三不五十 就跟所有观众朋友报告 如果大家要有心的话 法务部不出来 马英九政府的事情 马英九政府送出去 朝野谁在那边阻挡 大家揪出来 你就是准备贪污的共犯 我们再回来2100全民开开讲 今天马英九政府 针对两岸外交的人士 大换血 可以说石破天津 有各种不同的简单 召唤 其实很